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惊叹神的设计 参考经文 鸵鸟的翅膀欢然山崭 岂是显慈爱的灵毛和羽毛吗? 约伯纪39章13节 几年前,我乘公共汽车 去了距离肯尼亚内罗币几小时车程的一个小村庄 在旅途中,当我向窗外望时 我看到一只鸵鸟在公共汽车旁疯狂地奔跑 它的长脖子和鼓鼓的眼睛 在它那奇怪的大身体前面显得很突出 它拍打着巨大的毛茸茸的翅膀 细腿使劲地瞪着 在热带大草原上飞奔而过 踢起一团团灰尘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多么奇怪又滑稽的生物啊 尽管鸵鸟很古怪 但它们在神的造物中仍有一席之地 虽然神没有赋予它们智慧、理性和判断力 但它确实有可能 使它们的奔跑速度超过马匹和骑手 甚至在非洲的公路上 可能超过行驶的公共汽车 也许神创造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生物 是要告诉我们 有时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太过奇怪了 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摇头感叹说 你不可能编造这些东西 我们的生活往往是如此复杂 以至于我们无法轻易解释 有时甚至令我们哑口无言 然而即使是奇怪的 无以言表的事情 在生活中也有它们各自的位置 就像那只极其快乐的飞奔的鸵鸟一样 在神的智慧下一切都恰到好处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感谢你奇妙多样的创造 我们赞美你 在你美好的创造中 人人都各事其用 万物都在耶稣基督里联络得合适 我们奉你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